我真的沒想到 不然擁有人權 也就是我們有自由的地方 竟然共同出一轍 我以為在中國的這塊短圖上 是一塊鏡子 呃...一天六十塊錢 三十天我才一千八呀 才一千八然後 這這夠什麼呀 而且誰會為了等一小時六塊六 哈囉大家好我是巴九 前幾天1月30號啊 有三個中共國籍的人啊 買了張飛往北京的機票 從大馬的吉隆坡出發 經由台灣轉機啊 那這三個人到了台灣之後呢 就選擇跳機不回北京了 當然啊我們政府啊 依據無簽證規定啊 將這三人遣返回他的出發地 大馬的吉隆坡 結果這些人啊 反而痛罵我們台灣啊 還說我們台灣啊 作為中國的一個版圖 他以為是很自由的很民主的 又是一個想吃著台灣豆腐 大一統思想的人啊 沒有把你遣返回北京啊 你還這樣污衊台灣 先帶大家來看一下他這一段的字述 我真的沒想到 台灣一個擁有人權 有民主有自由的地方 竟然和中共如出一折 就是融合共匪 如出一折 坑蒙拐騙 做到這種真的是讓我覺得非常的氣憤 台灣確實我是向你們求助 你們有權你們有義 你們有義務所一定要幫我 但是你們不應該欺騙 讓我覺得很心寒 我以為在中國的這塊版圖上 台灣是一塊淨土 所以我過去那裡去求助 當然中國被破壞的人太多 你說你沒辦法救完 這個呢我也不奇怪 但是就露出了這一副嘴臉 讓我非常的生氣 讓我覺得非常的不可思議 現代的民主世界 我們是講法的 然後你在這邊一直講情一直講情 還在用這個大一統思想的大中華框架 逼我們要有義務幫你 好吧 既然你說這個欺騙啊 是因為你沒有超過24小時 你只滯留了12個小時啊 所以台灣的一些相關政府單位騙你 說你是非法滯留 OK啊 那你就依據你買機票的目的地 你回北京啊 來證明一下 台灣政府說謊嘛 對吧 你不回不就是跳機嗎 你也說了我來台灣跳機 是尋求幫助的 你又 真的不知道你們這些人在想什麼 還說我們騙 騙的是你吧 又在拿著民主自由 來貶低民主自由 民主自由不是隨心所欲 你還是要遵守 我們國家的基本法律規範吧 你又是沒有拿簽證來 所以我要把你轉機轉回去 沒把你送回迫害你的中共國 北京那邊來說 已經對你是很大的情分了 台灣國民黨時代也很多中國偷渡來的 也是被關在居留所 都遷返回去了 去年10月啊 遭受中共迫害的人啊 跟你一樣跳機來到台灣 他叫做陳詩敏 那他在通過多方機構 包含台灣的政府單位機構啊 或者是這個台灣民間團體的機構嘛 權威機構 還有美國跟加拿大的機構 他都有認證 也有義務想要幫你 這個陳詩敏 你好像確實有被中共迫害的事實 而加拿大願意幫助他 所以跟台灣政府協商說 你讓他搭飛機來到加拿大 我們讓他申請看看政治庇護 所以他現代人在加拿大 你有做這個動作嗎 你什麼都沒做 之前啊 去美國也跟陳老師聊過 也見過當地的那個退休移民官 他也跟我們說非常多中國人啊 明明沒有被中共迫害的事實 但也是偷渡到美國 不管是拿觀光籤偷渡 或是這個走籤偷渡的也好 那這裡面就不乏 有一些人冒著 我自己是被中共迫害 但是想要偷渡過去 去取得美國戶籍或是這個美國綠卡的中共特務 所以在法庭上或是在移民官詢問的時候啊 說謊造假這些經歷的人非常多 那恰恰也是這些人啊 害到那些真正有被中共迫害 想要取得外國居留跟政治庇護的人 讓他們的審查時間啊會更久 你也不想想這後面就是中共的原因 造成我們不得不有這個民主防衛機制 然後你現在還把台灣貶低的跟中共一樣 你們這些人最近來台灣怎麼都一個鳥樣 而台灣作為抗共的第一大前線 本來就對偷渡來的 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去防範 需要花很多的時間去調查你的背景 大家彼此不認識 本來就是要花更多的時間去查證你 更何況我們是反共的第一前線 也是被中共想要侵略的第一個目標 所以我們不能保證 中共是否會讓一些特務啊 通過這樣的方式 假反共的方式 再加上一點苦肉劑 讓你真的看起來是有被迫害的 周瑜打黃蓋嘛對吧 以此的方式讓你來到台灣 然後沒多久又取得台灣的身份啊 台灣的國籍啊 然後你又可以去影響很多很多的台灣人 因為民主自由本來就是這樣嘛 民主自由就是可以讓你用民主自由 來反民主自由嘛 不然希特勒怎麼上台 你明明知道台灣沒有這種難民法 可以讓你滯留到台灣 但是可以讓你去第三國 只要有第三國有組織 就是願意幫你 你也取得這個管道跟溝通的橋樑的話 是可以的 但你沒有 你也不想辦法取得歐美相關有難民法的國家 這一兩年多少中國人走先到美國的邊際 加州啊德州那邊啊 最近不是德州跟這個美國中央才在互幹嗎 因為他們對於移民政策雙方的看法不同啊 對吧 一個在拆牆一個繼續在蓋牆 因為啊 德州光這十幾年啊 已經有幾百萬的非法移民過去了 已經嚴重壓迫到德州人民的生活了 所以才派出很多的士兵 更多的士兵 甚至非常多德州當地的人啊 去現場去支持那些士兵 去支持德州當地政府 我們不應該再讓更多的偷渡人口來了 難道你也會說 哦 德州是在迫害民主自由嗎 德州不配秩序是民主自由嗎 德州跟中共一樣壞嗎 你也不想想當地人民附和的這個人口是有限的 不是說民主自由就讓你這樣無限消費 我們今天假設有三個國家 A國 B國跟C國 當今天少量的A國人民跟B國人民 不滿自己國家政府的所作所為 甚至被迫害了 所以呢 他們走線偷渡到了C國 那一開始C國可能還可以接受一些人過來 那隨著時間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越來越多A國的人跟B國的人 偷渡C國無法負擔的時候 那就會壓縮到他自己的生存空間 而講句更扎心的話 當如果你自己也認為 A國的跟B國的人民大量不滿自己國家 那你們為什麼不推翻自己現在不滿意的那個執政黨 為什麼要把這個責任 落到其他國家 落到應該對我們用選票 我們用納稅錢去選出來的政府呢 總是想要別人幫你取得一切 然後你坐享其成再來貶低別人 你還是說台灣是中國的版本 你說的這個中國就是大一統的秋海棠嘛 你心中認為的那個所謂你幻想出來的 大中華民國秋海棠包含蒙古地區的 那一個蔣介石是中國大陸時代的民主自由有嗎 那個時候有民主自由嗎 你現在看到的中華民國的民主自由 是台灣人讓他民主自由的 台灣人爭取來了 當然後面美國出力的利益也不少 而這個本來就是我們作為人應該要有的待遇 而不是說誰放權了 他讓我們民主自由了 我們要對他感恩戴德 不知道你啊是要反攻大陸收復中原 還是要讓台灣變成中共的模樣 因為只有這兩者是這個選項 那現在這兩者你走哪一個階段都是容不得的 我在網路上看到有一個小粉紅說什麼 他想入籍台灣然後之後可以投票嘛 等他們人越來越多入籍台灣啊 票就會投那個親中的政黨 這樣做可以避免戰爭 那我們就和平回歸就當歸了對吧 所以意思是什麼呢 他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 取得中華民國台灣的護照 然後通過投票的方式 再讓自己取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護照 神仙操作對吧 這些人啊 對台灣從來沒有任何的感情啊 唯一的聯繫啊 就是大一統的大中華思想 出事的時候才想到台灣 當被拒絕或是滿不了他先知所願的時候啊 又把台灣貶低的跟中共一樣 這些人啊就是碰瓷 影片的最後還是有個暖心的故事啊 陳幾天不是謠傳聖上得了這個一腺癌命不久矣 結果A股馬上上漲啦 漲到兩千九三千喔 但是聖上出面 與塔利班建交遞送國書的時候 中國的股市又下跌啦 甚至A股一度跌到兩千六百九十幾點啊 要打兩千六保衛戰喔 今天啊 中共媒體又釋出聖上到天津走訪民間 導致中國各種股市也是暴跌 對吧 我們可以看到各種指數啊 都非常的不樂觀 所以啊 聖上你真的想要救中國股市 拜託你天天傳出惡號即可 當然啦 如果你想要換個方式養套沙 你可以每個月固定出現一天 當然那天你可以隨機啦 你出現的那天股市就會大暴跌 讓這個投機客賺飽飽 小粉 你們聽到聖上有惡號的時候 趕快賣 多賣一點 然後 聖上出現的時候 一點暴跌了嘛 趕快買 很快啊 你就可以時薪6.6塊人民幣了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我昨天去面試了三個工作 我的天 我都感覺他們怎麼能把這麼低的工資說出來的 就簡直是違法勞動法的感覺 然後我第一個功面試的是去瑞幸咖啡 這個我提前微信上問了 然後瑞幸咖啡是前15天是8萬一個小時 還有人比我們計畫的瑞幸工資更低的嗎 前15天8萬一個小時 然後後15天的話 你通過咖啡試驗證的話是15塊一個小時 沒有通過的話是12塊一個小時 簡單來說我去店問了一下 就是第一個月 兩千左右 第二月兩千 第三個就是點心加細小 然後我就考慮了一下 我就去面試了下一家 下一家的話是便利店 便利店的話 我又問他們公司和還有每上班時間 他說他們是按天算的 一天是60塊錢一個班 一個班是多少時間 9個小時 然後而且早班要7點鐘就開始上 我考驗後期我都沒有7點鐘起來過 然後現在我沒有60塊錢 我要早上7點鐘起來過 那我得6點鐘起來吧 我簡直我覺得真是喪心病狂 然後雖然說他這個便利店 就是給人周圍結個帳 就是你可以扣手機或者學習什麼的 一天60塊 但是一天我才1800 才1800 然後我覺得這個夠什麼呀 而且學會被人一小時6塊6 然後早上6點就起來 太強了 換算就是台幣時薪29塊 這才是經濟成長大國 GDP第二國家應該要有的模樣對吧 其實差不多啦 大家還記得去年我們節目 邀請過一個曾經舔貢的台中小張嗎 他也說他在上海的咖啡店打工 一個月就三四千 還單休 每天上班時間 超過9個多小時 10個小時 真的粉紅們 不要再拿這些東西比了 怎麼比麵包比草莓又比便當 我不知道你們還能比什麼吧 好嗎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相信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好下次見 掰